大家好,今天做羊肉扫子面 主要是分享家常扫子的做法 面是菲利普面条鸡压出来的 羊肉切丁,切姜末 胡萝卜也切成丁 白萝卜切丁,豆腐切丁 还有芹菜丁 洋葱,豆腐切丁 还有土豆也切丁,泡在水里 西红柿也切丁 各种蔬菜丁的大聚会 其他蔬菜切成丁也是可以的 油锅放油,姜和羊肉放进去翻炒 扫子的做法分很多种,有闪稀的,干肃的 今天我们做的是家常版的羊肉扫子面 等羊肉变色了,放一勺豆瓣酱 就是普通的豆瓣酱或者是皮线豆瓣酱都可以 把酱翻炒均匀,倒入洋葱 稍微翻炒一下,再放入胡萝卜丁和白萝卜丁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倒250毫升的热水 关小火盖盖,开始焖这些蔬菜 盖盖焖五分钟后,我们打开盖 倒入番茄丁跟土豆丁 小火不需要加水,蔬菜里面会有水出来 靠小火炖出蔬菜汁的方法 才是最后扫子特别好吃的关键因素 继续小火焖十分钟 这个步骤总共焖十五分钟的肉菜 关键鲜盖搅拌一下 翻炒一下,继续焖 15分钟到,我们加1.5公升的开水 它开水的量是由蔬菜决定的 盖住这些蔬菜丁就好了 最后放豆腐丁盖盖 小火继续煮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后,扫子汤变得更加清澈 颜色也红了 调入四克盐和两勺的香醋 撒上一些蒜苗末或者是韭菜末或者是韭黄末 羊肉扫子就做好了 今天我们用菲利普面条机压出来的面 每次可以做多一些 吃不完就用保鲜袋装起来放在冻柜里 等到需要的时候烧开一锅热水 把冻柜里面拿出来的面条直接倒到热水里面 筷子搅散就可以了 煮一锅水 水开以后倒入面条筷子搅散 等水朝外铺的时候 我们点一点点凉水 把水温降下来 等一会再铺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加一点点凉水 两次以后面条就肯定熟了 把面条捞出来放到碗中 浇上我们刚才做好的灶子 会吃的人都知道 灶子面是以吃灶子为主 面条一次放少一些 吃完了再加 撒上蒜苗末或者是葱末 或者是蒜黄末都行 腾腾的羊肉扫子面就好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关机 一会儿 一个铺